我請教明傑 現在局勢真的非常危險 美國方面連這個前國務卿 希拉蕊都判斷普丁的狀況非常危險 而且懷疑他的精神健康有所異常的同時 他一旦殺紅了眼 那就是超級的核戰 對 從這個戰事2月24號開打至今 那到未來戰局可能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我想先用這一個兩張照片來說明一下 那這是這一個第一張 我們看到這是澤倫斯基 跟他的國防部長這個瑞士尼可夫 那另外這是普丁 這是俄國在2月27號釋出的照片 那這是普丁當然不用講 後頭好遠好遠這邊都快找不到人 這個俄國的國防部長 這個邵伊古跟他的總參謀長吉拉西莫夫 那這張照片一對比就可以知道說 從這張照片可以看得出來說 普丁對於他的這一個高階的軍事將領 其實保持懷疑的態度 高度的不信任 那他表示他自己內心應該充滿了一些這個憂慮 甚至是恐懼 那同時我們看到烏國 這跟他光頭國防部長兩個如此的親近 換句話說這一張照片看得出來 就是雙方的政軍關係跟士氣 那我認為這個過去七天的戰局 結果發展至今到未來會有什麼發展 這一張照片背後凸顯的重要的關鍵 非常的重要是一個指標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這個普丁對於他的 這一個俄軍的高層如此的不信任 那所以昨天俄國的國防部長這個邵伊古 也出來講到說如果沒有達成這個普丁下令的目標 就繼續打 所以接下來的戰事當然會持續 那所以目前最新來講到今天為止 那除了基輔昨天看到 傳出他的這一個電視臺的這一個發射塔 遭到砲擊 那當然先前俄軍也預告說要斬斷這些 在基輔的這些通訊 那甚至要打擊這烏克蘭的信戰部隊 那今天更新的是說哈爾科夫第二大城昨天 已經遭到非常多應該是多管火箭的襲擊 而且攻擊的目標不是只有局限在軍事目標 甚至這個政府機構平民住宅都遭到猛烈的襲擊 那不管是用重炮或多管火箭 那甚至網路上也看到說 是不是有很多影片有傳出這麼大的一個火光 甚至暴震波是不是已經啟動 所以這個炸彈之父的這個攻擊 那當然整體看起來 因為炸彈之父他重達7噸 基本上來講必須要透過像圖160 這種戰略轟炸機來投資 但是並沒有發現他的戰略轟炸機的機隊有出沒 也就是說今天烏克蘭他的一個滯空權 並沒有完全被俄羅斯給奪取的情況之下 俄軍到目前至少沒有看到有大規模的戰略轟炸 那這些所謂的這些火光 也沒有可能是類似炸彈之父 比較小規模的這個熱壓彈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目前來說至少都要曝光的這俄軍的重裝備 各式多管火箭不管是TOS-1或者是BM30 BM27這些其實都是可以發射熱壓彈 只是他的一個毀滅的能力比較差 甚至BM27都可以發射化學武器 所以這些重裝備開始進入推進到不管是基輔周邊 或特別是哈爾科夫的時候 這最近最新傳出來這些畫面 都非常可能是由這些所謂的多管火箭 也就火箭炮所攻擊 那他的一個對這個烏克蘭最大的傷害是說 他並沒有這個精準的導引 所以他是這個無差別的大規模的這個打擊 所以非常有可能就會直接襲擊到平民 那這當然會讓烏國內部反抗的意志 可能更加的這個堅強 那除此之外 美國的情資其實中關到目前為止的戰局 認為至少過去24小時之內 雖然看到這一個二軍的大兵 總共有照片說他這個整個車輪蔓延的數十公里 可能要開始對基輔進行圍困 但是過去的一天之內 進展非常緩慢 推薦也不多 那主要是說至少到今天為止 不管是首都基輔 到第二大城哈爾科夫 到南方 南方的戰事確實對這個烏國是比較不利的 那包含像這個馬力波 包含像這個賀松 也被圍困 那甚至斷水 但是都沒有完完全全的直接佔領 這一個其中的一座大城 所以這樣的一個重要指標 也表示說 二軍推展 就算他這一個出重手 看起來也還是沒有什麼實際的 這一個戰果 那主要這個背後原因 美方今天釋出最新的情報 他認為說這個 俄乌之間雙方的這個人員傷亡 特別是軍方人員的這個戰水 應該是只有援幕1500人 不到這個烏國公布 到今天可能都快6000人 但是他們也強調 這是從衛星照片 各種情質去分析 並不是實際的狀況 那只是粗固是這樣的狀況 那為什麼會打的這一個這麼緩慢 那美方也認為 這中間過程 這一個俄羅斯的勢氣低落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變數 因為他們發現有非常多 包含像二軍居然有這一個 整個排集體投降 這樣的一個案例出現 甚至 這謊稱 這個整個裝甲車禍坦克沒有 而且所謂的沒有 是居然二軍的士兵自己把油箱給召穿 然後讓油流光 然後像上級講說他的車沒油 所以不想繼續前進去進行攻擊 那甚至缺糧的問題 這些補給問題非常嚴重也都存在 所以這些狀況都導致整個 二軍推進的戰況非常的不理想 那這種情況之下當然 想必其實我們前幾天就在預判了 普丁他的這一個震怒 其實這個一點都不意外 那震怒之外 當然外界也對他的人格在進行情報分析 認為說他不只震怒 可能跟過去有這種冷血 非常冷靜的這一個普丁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可能性格已經大變 性格大變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可能出更重的手來 這一個強力猛攻 那當然非常多的國際專家 甚至前美軍的一些將領 在美國媒體的一些分析 都認為說這個可能性確實是存在 那非常多的分析認為說 二軍似乎現在真正的重火力還沒有出現 不過實際上這兩天已經開始出現了 那他們都講說 先前為什麼二軍打的這麼 這一個戰果不如預期 是因為他最先進行攻擊的 這些都是屬於空降軍 空降軍配備的都是輕武裝 那這些空降軍不管要奪戰機場 或什麼失敗之後都被巫國給圍剿 那接下來這些重裝備 陸續從地面推進之後 整個戰火恐怕會迅速提升 那整個真正的一個毀滅性的 一個戰場才會真正的開啟 那當然也舉了很多包含像車程的潛力 二軍過去基本上是全面性的 毀滅性的打擊 完全不留情面 所以接下來當然外界也會擔心說 普丁會不會提升整個軍事的力道 那包含 怎樣這種武器出現之外 那還有包含像化學武器 當然也不能排除 真的強力猛攻之後 還是沒有就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殺傷 那當然外界最擔心的 不是只有俄乌之間 兩國這一個戰局之外 可能整個漫遊波及到整個歐陸 甚至全球就是如果萬一核戰開打的話 可能不是只有兩國之事 那現在今天最新的消息 有談到說這個俄國的一個政治學者 那他透露說這個 這個普丁已經把家人送到這一個西伯利亞的 這個核戰掩體 這個核戰掩體 其實非常類似像美國也有一個下岩山 下岩山我們過去也談過說 這個如果核戰開打的情況之下 他的一個戰軍中樞會迅速轉移 那這一個各種核戰的 不管是指揮機中心通信機 全部會全面在空警戒出動 那會迅速把美國的這一個總統 送到下岩山 那下岩山基本上 他就是一個內部有非常粗 有這個水電各方面可以長期在那裡進行生存 或者是說甚至可以讓他政軍指揮 戰士繼續持續的一個 這個戰時的政軍中樞 特別是因應核戰有設計 所以俄羅斯過去當然也有類似的掩體 而且他的距離是 離首都其實有一段距離是到西伯利亞 因為那個區塊的打擊 可能對於這個核武攻擊的鎖定 相對來說比較困難 那連這個動作都出現 那背後意味 當然外界有兩種不同解讀 第一個是是不是普丁準備要這一個 發動所謂的核戰 這是大家外界最擔心的 不過我認為背後 另外一個值得思考的是 反而是普丁非常擔心 這一個他的這個 包括他自己跟家人 這個受到襲擊 俄國國防部這個北方艦隊 也開始有派速燒 這個戰略核潛艦進入巴倫之海 那北方艦隊我們先前講到說 他也配備了速燒 包含像Delta四型 算是蠻新的或者是更新的這個颱風級 颱風級現在應該是這個全球最大的戰略核潛艦 滿載有2.4噸 那等於說甚至比這個美軍的二亥二級 1.8噸還要大 那基本上上面配備了這個 這個16枚的這個圓錘 R30的這個潛射 彈道飛彈 可以直接搭載核武 直接襲擊美國本土 所以這些動作 其實背後都意味說 未來的戰局 確實可能不會只有俄物之間 因為我想 我想這個美國或北約 如果今天普丁 都已經把這個核武拿到檯面上來 恐怕也被迫要做更強硬的動作 去回應或進行嚇阻 那整個未來戰局 我認為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俄國應該會強達猛攻 但是在軍事上 雖然會對烏國造成非常大的壓力 但是政治上 普丁自己面對內部的相關的 這一個不管是壓力或威脅 恐怕也會越來越大 好我們稍後回來